洛杉矶消息 美国西部的区今天遭逢危险热浪 预计高温天气将持续到下周 加州电力系统管理局今天表示 由于未来连续高温将对电网造成压力 本周末需要节约用电 避免停电情况发生 天气预报显示 加州、内华达州和亚利桑那州部分地区将出现热穷现象 洛杉矶郊区的气温预计将高达华氏100度以上 国家气象局警告 危险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持续一周 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史维特指出 热浪将从今天开始 至少会持续到9月5号 他警告说 这段时间的天气将热到足以 发出超高温警报 加州电力系统管理局今天表示 从今天起的连续高温将对电网造成压力 本周末可能需要节约用电 避免停电情况发生 地方官员表示 本周末每天中午至晚上10点 需要节约用电 在这段时间 大家最好不要开洗衣机 烘干机 室内的空调也不要开得太低 休士顿消息 德州卫生服务局昨天发表声明说 德州确认首位确诊感染猴豆的患者死亡 多家媒体报道 这可能是美国首例猴豆死亡病例 根据德州卫生服务局的声明 这名患者于28日在德州哈里斯县一家医院去世 他是一名成年居民 生前免疫功能严重受损 猴豆是否为致死原因人在调查中 根据联邦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到昨天 全美已报告超过18400例猴豆确诊病例 然而 公共卫生专家先前指出 由于检测能力不足 美国实际猴豆病例数 可能远高于官方统计的数据 南加州近日砸抢事件在传 吉西科维纳 克莱蒙特珠宝店遭抢之后 一群蒙面劫匪将目标瞄准内陆帝国连锁超市 抢劫至少4间珠宝店 劫走许多珠宝 NBC4报道 内陆帝国连锁超市卡德纳斯市场 Cardinus Market 内的珠宝店近期发生多起砸抢事件 其中包括方塔纳 艾仙诺胡 和宾市和穆列塔等分店 调查人员表示 劫匪们劫走很多珠宝 在方塔纳卡德纳斯市场发生的一起抢劫案中 劫匪们抢走市价超过10万元的珠宝 警方指出 由民众手机拍摄视频显示 7月6日当日有两名穿着连帽衫 口罩和手套的男子闯入 他们以急快地速度砸碎市场内的珠宝展示柜 抢夺数千元价值的珠宝 然后乘坐一辆灰色本田轿车逃逸 自此之后 类似的强案也发生爱仙诺胡 和宾市和穆列塔等其他三间分店